988同行借資,真心英雄 我們平時看災難,心驚膽跳 但看到拯救人員的應用行動又很敬佩 所以這一期九伯伯同行者來到馬來西亞國際天災 搜索以及拯救隊MESA的實習地點 我們一起來了解更多 好 好,我們現在就在馬來西亞國際天災 搜索以及拯救隊MESA的實習現場 其實如果說起馬來西亞 遇到高樓倒塌的情況 之後有受害者混在地底下 如何是好啊 雖然這個是模擬的 但氣氛也很緊張 即是他們正在準備 廿四小時電話 對,我們馬上來看看 好 可以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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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好,我們馬上來看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困在中的受害者叫做John 你可以看到其他团队 他們正在實習 在找到受害者是否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 他們首先會有一種儀器 可以在多少米下 30米 即是聽到人的心跳聲 即是要動動 就知道有生還者 知道有生還者才可以做這麼多工作 其實是很大的工程 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有生還者 所以就開始做拯救的行動 如果有些鑽到底下這麼深 有些地方是比較小 要找一個比較小的 要找一個比較小的人 就鑽進去 所以之前我們的感覺 就是覺得這些成員一定要高頭大馬 大隻的 這樣才有用 有力 但不是的話 什麼大小都需要 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擁有25年的拯救經驗的Teresa 她找到受害者 第一時間可能要看看這個受害者 情況 對 情況如何 看看她的脈搏 需要什麼儀器去救她 基本上她無法呼吸的 可能要做些事 還有有沒有骨折 因為你說會不會被那些東西壓倒 還是怎樣 她跟她說Are you okay 只是聊聊天 對 有沒有知覺 對 還有沒有呼吸 有沒有哪裡痛 因為如果知道有骨折的話 起碼她來疑她們的時候 都會小心一點 可以看到她們現在用比較多的時間去檢查這個受害者 看看她是否真的可以安全地移到另一個地方 因為擔心她們這樣避免她們會導致那些情況更加嚴重 如果說這個受害者需要一些氧氣 Oxygen tank 還是怎樣 那些拯救團隊都會跟她們在外出的團隊聯繫 之後就把儀器進來 又或者再派一些更加多的人手進來再幫助 還有在這段時間 那些拯救隊 當她們溝通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例如如果說我要紅繩 又或者我要Oxygen tank 突然間如果你說你聽不明白 你比賽儀器的話 就大劑了 所以大家要受訓 對 溝通要很重要 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跟對方說我要些什麼 你可以儘快給我 因為你看那個地方是很小很擠很窄 而且裡面已經有5個團隊在裡面幫助受害者 所以其實在這麼小的地方之下 要9個人 真是很大的挑戰 看到這5位的團隊們在地下 夠受害者之餘 其他的團隊其實都在外出看看儀器 支援 對 支援 確保她們在安全的地方 因為曾經問到Teresa 她說到如果我們派了20個人進去 一定要20個人安全出來 是 不可以有守護 不可以令其中一個團隊 遇到災難又或者傷害 所以在裡面救的接受困者 外面又可以保持聯繫 是 外面的另外一個團隊 成員在那裡把鐵枝 是可以切去 鋸去 起碼把受害者送出來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的 是 其實你看到外出的成員 她要去切那個鐵 要鋸那個鐵都不容易 因為當這個高樓倒塌的時候 很多這些鐵 這些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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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工具 要搬 你只夠一個而已 對 你已經這麼多人 對 好了 確定受害者 情況是穩定之後 就放在這個鋸架 之後再推他出去 當然外出那裡有其他團隊成員 在那裡設這位受害者 這一個我們來講 團隊精神就很重要 對 每個人有他們各自扮演的角色 和他們的責任 除了要照顧受害者 也要照顧自己 不要拖累整個團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實習 除了是訓練你 遇到這樣的情況 如何之外 也要培養他們的物體 其實現在很緊張 對 雖然說是實習 對 但我們在這裏看 我們都覺得可以感受到 救人的氣氛 那種緊張度 對 所以這些畫面 單憑在電台廣播這樣去聽 可能你想像不到 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 要看到實習的情況是如何 就趕快點去到我們的GoboWine App 還有這個Facebook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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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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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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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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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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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他們去拯救 剛才沒有綠路 遇上水路 再遇到高山 又怎麼辦 所以他們現在又要抬上去 現在看到他們 就開始將受害者抬上山 或者是山丘 上面的人支援 不簡單 剛才過了水路 現在又過山路 還要高山 所以將受害者抬上去 所以這份工作真的令人敬佩 非常令人敬佩 生命的可貴 而且他們很多都是債務員 Teresa 二十多年 很難想像她堅持一份工作 熱愛一份工作 可能令她走到今天 竟然有這麼多熱衷 還有其他拯救隊員 都要向他們致敬 他們受得太厲害了 因為他們本身有自己一份工作 有家庭 另外也因為自己有對拯救的熱情 希望可以幫助更加多的人 所以他們都加入這個拯救團隊 是的 有時候我們 如果說你去玩遊戲 你應該有錯過 Flying Fox 類型的東西 現在他們拯救人 都是差不多類似的 即是會將受害者 在救護架上 綁住安全鎖 然後推她滑下來 她將受害者送過來陸區 都要很小心 確保她是安全的 雖然看到她是模擬 但她們都很緊張 看到她的心情都 手腳要快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拯救隊員 都要確保受害者 依然是有意識的 即是她的心跳 都是繼續有跳的 所以不是說上了救護車 就是坐著進醫院 不是啊 他們都要確保受害者 依然是有意識 依然是有心跳的跳動 其實亦都可以看到 我們的Teresa 一個女子 但持續一部的救護車 這樣衝出馬路 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時間 將受害者送到醫院 Emily 我們馬來西亞這邊 真的很好 很幸運 我們物資豐富 以及我們遠來大自然的災害 有些水患 或土崩之類 如果遇上這些情況 如何是好 這期《九百八同行者之真心英雄》 就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班英雄的工作範圍 《九百八同行者之真心英雄》 《九百八同行者之真心英雄》 可否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這個拯救隊 MESA 這個機構已經創立了多久 MESA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ession Rescue Team 是1991年成立的 我們主要的是Session Rescue 第三個是Relief MESA是水災的話 很多人都不能回家 沒有家學歸 我們就會準備一些物資 例如食物 或是皮 衣服 必需品 就會送到災民的手中 你們的工作範圍也包括你們 除了在很重要的時間 拯救救人的生命之外 過後的一些生活 有困難 你們也會幫助 物資方面的需要 是的 不簡單 其實在甚麼機緣巧合之下 令你加入這個機構 我本身是1995年加入的 當時我是讀法律三 當時我家附近發生火災 當時的火災人 就很忙地做一些救火的工作 我就覺得我想幫忙 但是因為年齡更小 做不到甚麼 不僅僅年齡小 你還有一個女生 是的 你又有這樣的生活 我沒有覺得自己是女生 而不能做那件事 我想幫忙 但不知怎樣幫忙 因為其中一個受害者是我朋友 剛好滅生 當時的名字叫做MVFRA 招會議員 我們剛好得到 我們就報名 但當時不是我報名 而是我姐姐 先報名 因為他們已經是 FORM 5 我還在讀書 她有一個年齡限制嗎 18歲以上 所以我等FORM 5 一完結 我就去了 到今天了 先解釋一下 看看所謂的Rate Zone Yellow Zone 和Green Zone的分別 Rate Zone就是 每一個隊員 就要每一個星期日 來做訓練 還有他們需要在平時 Stand by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隊員 at least兩個人 Stand by 8點半至10點半 如果沒有甚麼 Accident 或者甚麼Program 10點半就可以回家了 Rate Zone 都是24小時要待命 就是輕撫不得生 如果有甚麼事 我們可以聯絡到大家 Yellow Zone 就是 Member 有些工作上 不能批准 每一個星期都來 所有的計劃 或者有些訓練 他們是可以加入的 Green Zone 就是比較新的Member 或者Member 完全沒有時間 但他們可以在 另外一方面 付出 例如找贊助 或者找一些 Equipment Information 或者管理工作 各方面的Member 比較多 所謂的紅 黃 綠 分別就是 看你自己有多少時間 去投資在這份工作上 完全投入 好像Theresa那樣 就在 完全投入 是 紅色的Zone 是 紅區 是 如果在紅區 Member 哎呀 半年我有些事情 不能批准 我們就要把它轉去 紅色的Zone 然後 整理好 全部的東西 就會轉回來 Bred Zone 成員 要成為一個成員 需要什麼條件呢 其實最重要的條件是你的承諾 你有沒有心想去適合國家 如果你有那個心 什麼都可以學 如果你覺得我很瘦 可能抬不到 那是經過訓練可以做到的 令我很驚訝的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拯救隊應該男性比較多 但剛才進入實習的地點 你也可以看到原來醫生也有去做這個拯救 他們的力量力度都不差 訓練是很重要的 訓練就像踩腳車 如果你停下來就會跌倒 其實訓練會不會很困難呢 在體能方面 而且你要取得訓 這件事不是很困難的 是要學習 訓練就可以做得到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時候你訓練了多久才開始慢慢上手呢 而且在這裡的成員 他們起碼要訓練多久才可以跟你出隊去救人 至少一年入面 如果隊員是Rate Zone 他們每個星期來訓練 我們都可以把它放在operations 慢慢吸收經驗 一兩年的名品都算是很新的 他們還需要學很多東西 至少五年以上 我們就可以學放心給你做這個東西 有可能有一個新的成員剛進來 就去到Rate Zone 如果有這個時間 可以的 就是那個時間 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的時間 有沒有 可以進去藉由Rate Zone 雖然沒有受過任何訓練都可以 就在那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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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大了 對 Captain Lieutenant 之後就是 Sargeant 對 就是每個位置或崗位都不同 Position不同 崗位有些不同 如何取得這個稱號呢 就是你的 years of experience 和你參加過多少個operations 好像到Sargeant的層級 那時候就知道 他有 certain experience 我放心把這件事交給他做 是 我放心的 現在暫時有多少個成員 暫時我們有59 看到大家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是的 真的很有密契 一起煮東西 這個也對 Emily知道你也看到的 這個就是支付我們喝點飲飯 另一個懂得去收 不是同一個人 大家知道自動自發 我覺得這個團隊的 spirit 是很好的 我們是講求團隊工作 團隊很重要 你要知道你做甚麼 你做了這個事 那第二個 member 知道要繼續做B的 之後做C的 這樣去分類 是的 我看到成員 我們吃飯時看到 很多是有自己的工作 有些是專業人士 其中一位就是 好像你的同學隊 是律師 他都要抽個時間出來 做這份工作 或是加入這裏的大家庭 是的 我們有律師 律師有些是在電台上做工 電台上做工 有些是醫生 不同的背景 純粹是一種熱誠 對 在這裏做成員 都是義工式的 即是換條的 有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的 你要為這個社會 你的國家付出 就是我們有一個平台 讓你去做這件事 你要付出多少 是完全是你各人 如何安排你的時間 所以我會做這件事 就是我 我非常喜歡 這件事 你會做到 我便會做到 你會做到 我便會做到 我便會做到 装備貴不貴 很貴 因為我們是按質素 品質是很重要的 不便宜的 從頭開始的帽子 頭盔 三千多 頭盔一個是三千多 如果我們是10名隊員 那裡已經是一筆錢 再來說帽子 說三 三是訂造的 我們每個隊員都身材不一樣 我們沒有拿六呎高 或者五呎高 或者要六塊肌肉 我們都會有不同身形 因為我們做搜尋救護工作 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會設置不同隊員 因為地方是很窄的 很小的 我們需要身形小的隊員進去搜尋 那衣服貴是否可以防火 沒有防火 我們的衣服是長袋 我們做救護工程時 會刮傷或受傷 我們亦都會有臉盤 有袋子 還有鞋子 也有鞋子 一隊是六百多元 六百多元 所以上下下 總共加上來 十千要不要 要 成萬元 好像李美姐 晚上參加那些球 加上其他製造 例如Torchlight 這個也有不少錢 除此之外 我看到你們的衣服有一個名字 即是有你們的血型 其實那個血型是讓人知道 你是甚麼血型來幫你 還是要幫受害者 對 是要幫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自己發生公事 不知道我的血型是甚麼 他們就可以立即去找血型 除了這個貼之外 右手邊會有另一個貼 那是你的 nickname 這是我的 call sign 是 因為我們不叫名字 這個叫Porsign Tango Eko Tango Eko 因為名字是Teresa 所以就叫Tango Eko 這是國際上 大家在看電影時 有聽到Bravo、Charlie、Delta 就是這樣 剛才我們看到很多大型的車 全部要加上車 其實女性都要特意去考車牌 是呀 駕駛那些大型的車 每一個女性隊員或男性 他們都要學習的 我們有Viatrack、Hondaland 或者是Motorbike 都需要知道怎樣去 Teresa全部都認識了 我認識了 我們都是考助牌 Laurie的牌 我們考助 E考助大型的摩托 B license我們都考助 Teresa是非營利的組織 但這一個我們來說是非營利的組織 那怎樣去維持呢 如果那些成員 他們自己有工作 那就不用擔心他們 但是整個組織需要運作 都是需要一些資金來運作 那如何去得到這些資金呢 資金是由那些私人機構 企業 和我們一起做CSR program 好像我們做 Children's Safety program 我們會在購物店 我們跟大企業家 他們做CSR program 我們有和政府機構 一起合作 做不同的programs Prevention program Community program 有些是各人的 Donations 亦都有 我們分不同 例如水災 或者有災難時 我們有機構 有私人會捐錢捐贈 資金就會拿去準備物資 送給受害者 另一方面的來源 就是我們做Prevention program 就剛才我說的 Child's Safety program Root Safety program Flood Survival program 公開給大家去參加 但基本的所謂的危機意識 你們必須要知道 所以我們 例如百姓 我們都需要知道 什麼基本上的災難意識 你家裏或做工時 水災 你應該做什麼呢 你怎樣去應付 這樣的情況 你有沒有緊急包 和家庭有沒有溝通過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 你應該去哪裡 我們哪裡集合 怎樣聯絡 這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家裏有六人家 有小孩子的話 或是行動不便 行動不便 平時你會有怎樣去交換 誰負責這個 誰做什麼 怎樣來做救援的事 我們經常做的是 Child's Safety program 就是我們會設定 十至十二個 不同的駕駛 開給150個小孩參加 我們會教小孩 如果你的衣服或是一副 做火 你要怎樣做 所以我們會示範一次 然後小孩就會一個一個做 做完了 去到下一步 下一步是 捉住煙 怎樣捉住 怎樣放你的手 在對壁 熱的話 代表前面有火 就不可以前進 就要倒出去 因為房間或是 那些磕鎖是四方的 你轉一個路 人家會看到門 你一隻寶寶的話 帶嬌哥怎樣去救妹妹或嬌嬰兒出去 地震的時候 如果是有倒塌的話 你怎樣來逃生 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大馬人 他們沒有這些意識 我記得之前有去過韓國 遇上一些地震 那些朋友他們就躺著 在想 誰踢我的床 原來是地震 那時候一些韓國朋友說 你們還跑下來 你們還在睡覺 沒有那種意識 因為我們 這裡是沒有的 以前 近來才有 或者是 Sumatra Inglannesha 我們可以感覺到 不過感覺好像 李華文帝 那樣的感覺 很多人沒有試過 他們問什麼事 就不知道 不知道有這樣的意識 要馬上跑下去 而且跑的時候 你不可以拿東西 你要空手 為什麼我們在購物店 因為我們需要 父母 帶小朋友 很多父母 他們都不知道 同一時間 他們可以學 以前我們 Train 還小時候 大歲 現在已經在 去College 已經在做工 到現在我都記得 我學過什麼 因為很重要 你學過什麼 你要記得 永世要記得 所以我們每一次做過 之後 我們Postmodern 有什麼要改進 有什麼要改進 或者最新 現在有什麼天災 應該是會影響到大家 所以我們每一個 Operation 都要學的東西 回來 我們就是要 製造這樣的program 讓大家知道 訓練大家 緊急的時候 要做什麼 可以知道做什麼 對 Therisa 每次有這樣的案件 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 你要到埠 你們是否要做 基本的急救知識 是的 急救是一定要學的 一定要知道 如何做急救 我們有說Triage 我們叫做Triage 如果本身自己受傷 我們叫做Self Triage 就是要知道 你的頭 可以左右上下 是否OK 有沒有不舒服 你眼睛 看上看下 或者是你的鼻有沒有 鼻血 或者有痛 你的手要動 我們叫做Self Triage 譬如說 Root Traffir Accident 交通意外 有傷者的話 其他時間 我們會 檢查Triage 看看有什麼問題 例如說 我們警察有手斷 我們一定要用 Servical Color Oxygen Pulse Oxidimeter Pulse Rate BP 基本的東西 一定要學懂 每一個成員 我們剛才 在你十閘的地方 當你遇到受害者的時候 第一件事 你們可以進去 找到受害者 就問他們 Are you OK 聽不聽到我擺聲音 你再檢查他的Pulse 會否問他 你哪裡受傷 如果對方是 Consious的話 可以跟你對話 我們會問他 你覺得哪裡不舒服 我們就要做Self Triage 這樣的狀況 即是有一個Check List 有一個Check List 所以說 家裡有什麼事 如果我們普通人 我們不認識 如果看到有什麼意外 我們千萬不要動 你記得我們經常聽到 反而你移到他的身體 可能會害了他 所以你們有急救知識 首先要問他 問他 在有清醒的情況下 如果他不清醒 就很笨笨的 你怎樣檢查呢 Triage 當時有一個方法 如果有些腫 我們是不知的 但你需要 suspect有flacture 我們就suspect有flacture 到腰部 我們有一個方法按 如果你按這裡 這裡沒有上 我們都是suspect有flacture 在腰部 如果你按這裡 這裡上來就OK 要這樣的程序 所以剛才你說 按左邊 然後看右邊的盤骨 有沒有上來 又或者是按右邊 然後看左邊的盤骨 有沒有上來 如果有上來就正常 但如果他沒有上來 沒有動的話 就要懷疑他有骨折 程序都多久 程序我們不可以 花太多時間 他預計很快 他做一個處理 大約多久 要檢查 要少過 幾分鐘內就要搞定 如果檢查完 好了 就會移救護架 你們就把受害者搬上去 搬受害者上 那個stretcher之前 就要先戴 一個savikacore 這個是KKMA 一個 這個頸固 一定要的 怕他才疑惑 或是固定 不讓他固定 頭下的頸 這裡後面 要固定 之後就要幫他 帶上 Oxysmix 就要檢查他的 Oxygen level in the blood 亦都要檢查他的 BP blood pressure 他的 pulse rate 到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要讓醫院人員知道 他的pulse rate 他可以做第二次的triage 一直在那過程中 是不是要跟他說 就是讓他的輔導 對 如果他是清醒的話 我們不可以讓他睡覺 一直要繼續跟他說話 或者他要說 你的名字 你住哪裡 同一時間我們檢查他的記憶 他有沒有記憶失 或是要邀請家人或朋友 我們可以幫忙邀請 例如有幾個傷者 有時是一個家庭 但那些人是不一樣的社會 可能一個人送到這裡 一個西 一個南一個北 我們盡量送到同一個地方 邀請家人或朋友 全部在這裡面 剛才你提到上舊湖赤 對 上舊湖赤去醫院的整個路程 如果在裡面需要一些急救 你的隊友都可以做嗎 都可以做 我們是叫做first responder 即是我們做基本的 確保清醒 止血 或是有發生已經固定了 其他更詳細的事情 我們是給醫院做的 因為我們這裡不像外國 他們在救護車裡面可以做operations 我們不至於各個程度 剛才我看到救護車裡面 有一個oxygen tank 是嗎 就是feel the oxygen 不是 那個是oxygen tank 每一個成員都要學會怎樣使用 其實是不難的 不需要考牌的 學就可以了 其實是很容易用的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不知道會有什麼事務 好像一個woodgas 對 很容易的 就是在這二十五年 可以分享一下最令你難忘的拯救工作嗎 Theresa 收文 你在這裡25年 可以分享一下最令你難忘的拯救工作嗎 我第一次做國際行動是斑達阿車 因為受過平時有訓練不同的事 心理有做足準備 去到那裡看到那個情境 你是忘記不到的 你是覺得我們是很幸運的馬來西亞 因為我看到它是一個遊樂場 在我們的壁有四方隔鐵 可以爬上去 那個地方堆滿屍體的狀況 已經腐爛了 你可以想像水的衝力是多大 那時候有一個心情是人很渺少 你不能說讓我有空先做那件事 有什麼事現在要做 不在幫 每件事都要及時 當時做了什麼工作 當時是做Search Rescue Relief 所以要報告當地的軍隊 什麼國家 幾個隊員 翌日要出去做工作時 我就要報告 我們哪個哪個要出去做工作 回來也要報告 當時就留了多久 當時是十四天 十四天 十六星期一 十五星期 對 改變你一些對人生的思想 對人生的思想不同 對 啟發很多的 對 不要說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是可以的 即是在那個心情 你想是可以就可以了 對 最近COVID-19的災難 Missa有沒有做一些事 是的 我們都沒有停過 我們做消毒工作 MCO Checkpoint 他們又搭CAM for Policeman 前線人員 是我們去消毒 然後我們又派手洗手機 範圍是大至一些大的災難 火災或水災 幾年前有些大事 細緻一些過後的援助 對 我們都有 資料的需要 你們都會提供 都會提供的 在我們的地方 我們認為做得到的 我們都會去做 突然間這段時間訪問 有一個Touchwood 有一些災難 你怎樣第一時間會知道 因為我們是9月1日聯繫 是9月1日聯繫的 是9月1日聯繫我們 或是我們的社會會聯繫我們 有些大件事就是新聞 是的 即是聯繫你們的意思是 他們已經超越了他們的範圍 他們不夠人才會聯繫 如果是這樣你們隨時都要 站在旁邊 是 24小時站在旁邊 24小時 所以你們會輪流 有一個時間 每一天會輪流 如果有傷害 要行動的話 全部需要來 你覺得這麼久 裡面最辛苦是 BS見 最辛苦 救援工作 最辛苦可能是旅行時間 我們從KL去上燈 都沒有睡覺 24小時 超速到達到那裏 已經是 差不多旁晚了 7個小時 9個小時 就立即 開工了 對 那是甚麼程度 是甚麼意思 Float 我們是沒有停過的 一直是落大水 吹大風 所以我們一直 開到那裏 是沒有停過 一落車 就是去到 Food Center 因為有其他隊員要檢查 GPS 都有事要做的 在車內 不是其他隊員睡覺 即是 所謂的 Pull-up 便當在哪裡 有多少人 多少個小孩 多少個寶寶 在哪裡 甚麼地方 我們怎樣行 GPS 因為我們常常是水載 我們是用Land Rover 每一個成員 都要知道怎樣操作 何時用Logia 何時用High Gear 4WD 好像最後我們去Pursuit Float Operation Relief 我們好不幸 我們不同的救護車 都入水了 那我就是 一開門便會游泳出來 哈哈 但那些車怎麼辦 最後你們要怎樣推開 東地本地人 很辛苦 有幫忙 一起幫忙 一起幫我們推上去 我們就要安排 車子送回來 他們可以如何加入 我們比較少做招 招考 大多數是介紹 或是我們密識到 有一個專業的方面 我們需要 好像你會用DRAWN IT方面很厲害 你有專業 我們需要那方面的專業人士 有一個專業人士 可以帶來這方面 進來後會否有些守則 要遵守 有的 不可以 酒鬼當然是不受的 我們 時事最佳狀態 喜歡喝酒的 喝酒的 我們吸煙的 我們不可以 吸煙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全部都沒有人吸煙的 有些原本是吸煙 但之後進來後 就被我們影響 最重要的這兩個煙 就不可以 當然 有自己的職業 你自己的家庭安頓好 事業安頓好 你才有精神 去參與 有沒有說近視方面 如果沒有近視會比較好 做這個情報隊 不是很看重 健康方面 健康方面 是一定要好 全部都好 不可以有三方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多多少少都有病 但最重要是 你保持身體健康 你保持身體健康 你知道 你可以吃點東西 不吃點東西 這樣你要保持 如果你鼓勵年輕人 加入這裡 你有甚麼建議 或是一部分的建議 最重要是 知道你需要甚麼 你喜歡醫療 那你就一定要 持續地付出 不要 我加入一個團體 今天 明天 不要了 明天 這個好像 很興趣 我加入一個團體 這樣就不好了 因為你的知識 你不持續地 那人就會質問你 為什麼你一下 兩年這裡 六個月那裡 你要成為甚麼 就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穩定性 你不可以 今天你穿白色的 明天你穿藍色的 後日你穿青色的 那會有 互相交易 是失禁的 會員 一定要清晰 你要負責在哪方面 年齡方面 你說 入來的一定要十八歲以上 十八歲以上 那有多少年齡 大約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即是六十多歲 都可以的 七至八十都可以成功 都可以的 但應該不是在 黑色的 應該是在 青色的 我們有 當中的鞋已經退一年齡 多少 五十多 五十多 依然是 黑色的 對 不用心想 有心 不夠氣派 對 有心 你不認為你是 你只是另一個數字 是 教育呢 教育 去到中學 一定的 你有心 我們在這裡 全部都會搞的 最重要是你肯學 心 那個心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決定了 你就要付出 對 就要付出 不要因為今天下雨 想多睡幾個小時 不來 如果你覺得 我要來這裡 我要 我要金錢 我要什麼 有這種心態的人 通常會在這裡 會不會面對到一些成員 可能他們已經加入了 訓練了幾年 由於生活的一些挑戰 還是怎樣 他們退出 也會有的 有些不是完全退出 他們就是會去 紅色圖 未必是紅色圖 或是藍色圖 隨時可以退出 亦隨時可以交入 都可以嗎 我們就不鼓勵這樣做 因為這會影響整個流程過程 那你們溝通的語言呢 即是你們去拯救人的時候 剛才我在實習的地點裡看到 你們說的語言是馬來文比較多 還是英文 參參 當時的受害者 或受困者 可能是甚麼人 馬來文 英文 或華語 好像我們去四川大地震時 是要用華語溝通的 適合的幾句 他們都會教隊員 不懂得說的幾句 你又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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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學的 Theresa 這個拯救隊 在馬來西亞有幾個組織 只有你們一個 還是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說NGO來說 有很多 如果說Session Rescue Team NGO的組織 應該是我們數一數二的 是可以找得到 那你們會派隊去外國 和其他拯救隊一起交流 還是怎樣 都會有的 好像跟Nepal Team 或者是China 最近 今年有韓國的 Find Rescue Team 以及Volenteers 來這裡做一個交流 之前有香港的交流 我們有跟外國的團隊交流 所以我們可以聯繫 甚麼情形 需要甚麼 我們可以幫助 在馬來西亞 除了有NGO 除了有你們拯救隊 還有其他甚麼組織 是幫助不同的 剛才你說 就是幫助捉蛇 對 捉蛇 或者是醫療團隊 亦都有 好像在Green Zone 提供物資 都是有很多的 其實這份工作 就只有新四人 對你的人生 你對人生的看法 有沒有不同 我對人生 就是要做的事 今天要做 不要說 先讓我退休 先讓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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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個下個禮拜 先是明天不再禮拜了 今天不再禮拜的事 對 我們上個禮拜 剛剛失去的一名隊員 是很悲傷的 有試過在拯救工作 是犧牲了有些食物員嗎 沒有 我們是不容許 這樣發生的 從來沒有發生過 十個出隊 十個回來 十個出來 十個回來 可以在訓練期間 做錯事或錯誤 但在實際上是不容許的 是零的 所以分裂很重要 你保持十個回來 是要大家的團結 知道對方有些不同 或是你除了救受害者 你自己也要知道 大家的情況 互相幫忙 要大家重複 今天獲益良多 得到很多關於拯救的知識 今天也非常多謝Theresa 多謝你們 Thank you Emilia 今集《真心英雄》訪問後 給我很大的啟示 面對生活的災難 看到一群人能發揮團體精神 以及人道主義精神 以及拯救工作之餘 還要照顧受害者的情緒 很了不起 對 真是不簡單 所以我來說 天災無情 人間有愛 你可以看到這群真心英雄 真是無私付出 為的就是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由今天開始 我們真是充滿整能量